Hello YouTube 朋友 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又來到尖沙咀的半島酒店 會去他們的露台餐廳吃自助午餐 我們想來這間餐廳很久了 不過去年他有段時間關了 現在開了之後又很難訂位 我等了兩個月才訂位 今天來吃自助餐 Let's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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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半島酒店的露台餐廳 這裡真的很美 環境真的很棒 我第一次來很興奮 剛剛現在的位置就是在窗口後面 外面就是看到對面太空館 也佈置了一些新年的裝飾 都有節日氣氛 現在出去看看他的食物 怎樣 剛才經過很吸引 介紹食物之前 也要在這裡多謝觀眾朋友的支持 如果你們喜歡看這些自費真人實測試食自助餐的影片 或者其他飲食、旅遊、生活、資訊影片 記得按我Denman826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多謝你們每一位支持 冷盤 冷盤方面 第一部分 就有些日式刺身和壽司 和一般酒店自助餐不同 就是這些刺身 預先已經設好、預備好了 不過擺盤賣相真的很漂亮、很吸引 連壽司也要拿兩件來試試 這隻日式機煮鮑魚 賣相很吸引 看起來也很好吃 不知道今天可以吃到多少隻呢? 凍海鮮有帶子、裸肉、青口和凍蝦 這隻蝦就適合我的不喜歡剝殼的人吃了 因為已經剝殼了 沙律方面 可以有沙律菜加醬汁自己調配 也有些已經預先準備好的沙律 放在瓶裡 按自己的喜好去選擇 也有些意大利火腿 煙燻三文魚、煙燻海鮮 還有這個很特別的見到 是一個咸豬手的凍肉批 和牛舌的凍肉批 正所謂色香味俱全 顏色賣相走第一 這裡的每一款冷盆 真的很想拿回去試試吃 我只看自助餐放出來的東西 還沒吃都覺得很吸引 真的放得很漂亮 不是隨便有些東西 有裝飾 我剛剛就拿了一些冷盆 剛才有魚生壽司 它有機煮鮑魚 哇!這個鮑魚很大隻 而且它也補充得很快 我看到一拿完 廚師又拿了底盆出來 不會說有些拿不到的情形出現 海鮮有蝦、帶子、青口和裸肉 而且蝦很好 剝殼了 不用自己剝殼 先試一隻鮑魚 我剛剛切開鮑魚 現在先拿來試試 好吃 這隻鮑魚 咬下去除了軟之外 它的味道都相當不錯 我相信用了日式的味淋 鮑魚、豉油 用慢煮的方法做 我最後吃了五隻 日式刺身方面 有四款 三文魚、吞拿魚、甜蝦和馬刀杯 非常之新鮮 我覺得壽司也有些中上級的日本壽司料理的水準 拿了兩個已經做了一杯沙律 有一個小瓶塞 打開裡面是海捷沙律 名字很有意頭的 折折上升 希望我的頻道 有些訂閱都折折上升 如果觀眾朋友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記得按訂閱 按小鈴鐺 因為這樣才知道我出了影片 另一個沙律 就是蝦 有些千島醬在上面 拌了一些菜 酒店餐廳的環境十分優雅 天花板上面掛著一些吊線 突顯露台的風格 餐廳用的餐具銀器 是一個英國的著名牌子 叫做Gamesbrook 十分配合半島酒店的五星級氣牌 喜歡喝兩杯的朋友 他也有提供一些潤潤的包裝 其中一款是188元一位 包括潤潤 這個日本青酒 紅白酒 雞尾酒 啤酒 汽水 冷盤真的放得很精緻 裝飾得很精緻 有一個用小筋 放了一個肉籽豆腐 應該是有少少日式的感覺 放一些大粒的魚子在上面 接著有一杯 是叫做粟米霧絲 好像mousse 上面放了少少的Palma ham 這個也是很特別 好像喝粟米湯的感覺 但它是一個布甸狀 mousse 日本主食類分為有中式西式和印度式的食物 有印度式的咖喱魚、羊芝士 配印度飯或者薄餅 不過沒有拿來吃 所以沒有打開來拍攝 即切肉類有這個燒美國安格斯 有骨牛扒 和一個燒羊腿 還有一個即場廚師為你煎焗的 迷你芝士牛肉漢堡 還有幾款的西式主菜 都是一般的水準 我就試了這個半島特色大蝦配芒果汁 沒有太大的驚喜 它有一個即煎的迷你漢堡 剛剛拿錯一個 ODA主要等幾分鐘 師傅煎好了 焗好了 可以去拿 看看 嘩 它的牛肉真的即煎 有芝士 你猜一口吃不吃得完呢 我的口這麼大 好味 但略嫌的牛肉有點粗 不夠 滑 但麵包加上醬 芝士味道很好 嘗嘗一塊燒牛肉 它說是美國安格斯有骨的牛扒 切下去應該都不聞 我加了一些燒汁 不聞 不過味道好像不太濃 我覺得淡了一點 我現在的桌子坐得很近 一看到外面就是我食物的地方 在Yut San 他們review的食物真的很快 一看到他們沒有就馬上拿出來 那真的是高級餐廳有的水準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吃自助餐 什麼都沒有吃 很爽興 因為還是農曆新年期間 很多款的中式主菜 都改了一個很有意頭的名稱 每款的中式食物都拿來試試 這隻蒸扇貝不算很大隻 不過蒜蓉和醬油味 甚至粉絲都蠻好吃 這個櫻花蝦蒸蛋 我覺得蠻好吃 因為裡面真的很多櫻花蝦 櫻花蝦的味道 好能夠配合到蒸蛋 還有半島的煎芋頭糕和年糕 不過過年吃了很多糕 今天吃了五底糕都有 所以不吃糕了 發財好事 希望大家做生意的都發財好事 有兩個湯的選擇 中式是響裸煲雞 而西式的湯就是栗子忌廉湯 我拿了一個中式的湯 叫做家觀盡雀 他就跟我解釋 這個湯就是響裸頭煲雞 真的很鮮甜 很好喝 又到要吃甜品的時間 真是留下肚子 因為外面的甜品選擇很多 真是花多眼目不下及 都不知道拿什麼食物 不過我看到有些農曆新年特色甜品 都可以拿回來試試 不然會拿回來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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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nosso謔言 新年級你頓著求 這個真是甜品 她要吃的大喜under 她的洋蔬菜 numerousச Horror她的餐家 都覆了一杯咖啡茶的飲品 我先 hedgekeeper 拿了幾款甜品來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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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有什麼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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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有螂絲金露布甸 還有一個水信員的芝士蛋糕 椰子PASSION FOOD 芒果蛋糕 雜莓 新年大吉大利和朱古力 嘗嘗這杯芒果羊枝金露布甸 上面放的金箔 很棒 上面的咬口 西米不太軟 加上柚子芒果肉 接著吃哪一款呢 我想先吃那個芝士蛋糕 因為這個芝士蛋糕比較特別 它有日式的水信源透明啫喱 裡面放了一片朱古力 寫著半島酒店英文名字 這個賣相又是100分 水信源啫喱沒有味道 裡面的朱古力就是朱古力 下面就是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我喜歡那種 不是太硬 有一點鬆軟 芝士味又不是太濃 甜到剛剛好 嘗嘗這個熱情果 芒果椰子的Mousse Cake 上面好像有些椰子 三層的 中間夾著芒果 下面就是蛋糕 這個甜品的口感很特別 有酸 有甜 再加一點鬆軟的蛋糕 又有Mousse的啫喱狀 嗯 這個真的 正 雪糕 由Wuven Pig的合裝雪糕 有三款選擇 Vanella 士多啤梨 和這個 楓糖合桃 剛剛我跟經理聊天 問問他 原來 他們的Menu 其實三、四日 一個星期內就會轉 有很多東西 今天看到我拍攝的 可能你來的時候 又不是吃同樣的 一模一樣的東西 不過種類都應該差不多 所以說 經常來 都不會吃到的東西 厭的 不過都很難經常來 因為兩個月才訂位的時候 都很難經常來 還有今天就是星期六 星期日就會有龍蝦和梳蝦 我知道星期日價錢都比較貴 因為今天就是五百多元 今天的自助餐 每位是五百四十八元 連加一買單 每位是六百零二個八 甜品真是不錯 吃完一輪之後 都再拿多一次 不過最喜歡吃 就是那個 水箱圓的芝士蛋糕 和那個 椰子熱情果芒果蛋糕 其實我個人覺得 吃自助餐的體驗 怎麼叫做好呢 就是最重要 坐就坐得舒服 服務好 食物要refill得快 不要說出對沒有食物 還有當你吃完之後 你又很想 渴望再拿多第二次來吃 還有那個 吃完之後 都有一個回味的感覺 這樣就好了 今天在半島酒店 這個露台餐廳 就做到以上 我覺得 自助餐應該有的要求 觀眾朋友 喜歡我今天的 自助餐分享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給朋友 還沒訂閱頻道 喜歡看旅遊 飲食心的資訊 有些真人實測試吃 一些自助餐的話 記得按訂閱 還有按鈴鐺 有新編出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我看到特別一位 在這裡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Bye 好 �哈 이후 增長